韩式药膳八宝饭的做法是 红枣洗净擦干 刀沿着边缘切下 顺着籽切一圈将籽去除 接着将红枣卷起 再横切成像花朵般的薄片 粒子切小块 将原木米洗净后沥干水分 将酱油、麻油、二砂糖、蜂蜜、水一起煮开 倒入洗好的糯米内 再将桂圆肉、红枣加入内锅中拌匀 电锅外锅放入一杯水 蒸到开关跳起 焖15分钟后拌入松子与栗子 外锅再放半杯水回蒸 蒸好后将米饭翻松散热带凉 取合适的容器涂上一层麻油 将米饭盛装后压实 道口即可 制作&做工与栗子 留得最大大小的理解 监制 集团 集团 集团